大家好,欢迎来到看风云节目,我是明镜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习近平加强自己的权力,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李强取代了李克强的位置,他面临的是机遇还是陷阱 台海战争将是现代史上最惨烈的战争 中共二十大高层大洗牌,习近平率领他的人马全面掌控中共最高权力核心,引发外界关注 专家警告,习近平连任后,权力不受制约,这是一个巨大的风险,中国未来会动荡不安 周日,中共第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记者会上亮相 习近平和习家军大获全胜,四名新进常委李强、蔡奇、丁薛祥、李希全都是习的轻信 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权力一把抓,在听不到不同意见的情况下,恐导致未来政策失误 中国政治学者陈道银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完全听命习近平的新一届领导层,将加强执行习的极权专制路线 相信中国未来会更封闭、保守,走上朝鲜、伊朗的极权专制路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认为 新一届的常委名单令人难以置信和不堪入目 主要是以曾担任习近平秘书的人选为主 这种秘书班子的缺点在于只执行上司的指挥 习近平在这种班子的配合下会更随心所欲 冯崇义说,蔡奇、李强、丁薛祥和王沪宁都是他的秘书班子 没有任何治国理政的经验和能力 秘书班子就只是听老大怎么说,他就怎么做 就是彻彻底底的奴才 像蔡奇当北京市委书记,清理低端人口 李强管上海,把中国最发达的经济城市管得一团糟 但他们的亮点就是不惜代价地执行习近平的命令,贯彻到底 班子中没有懂经济的技术官僚帮习打理经济 显示习现在完全不管这些,完全是随心所欲 他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其用的是技术官僚制 真正把中国经济在数十年间做起来了 是朱镕基、温家宝这批懂经济的人 把经济搞上去了,成为习近平实现他个人梦想的本钱 但有了这些本钱后,习现在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共同富裕 劫富济贫 习不是去创造财富,而是要消灭财富 习现在的风险非常的大 这个经济崩溃和崩盘的风险增加了很多 时事评论员汪浩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指出 习近平的权力已经超越毛泽东 毛泽东时代还要考虑到五湖四海 考虑不同野战军,不同派系的平衡 毛泽东用的人绝大多数是跟他同辈的 很多人的资历比他老 毛泽东没有办法把这些人全部赶走 完全用他自己提拔的人 但是习近平完全做到了用自己的人 除了王沪宁是三朝元老外 其他人完全是因为习近平个人掌权而鸡犬升天 原本玉科可进入常委的团派高官胡春华 连政治局都没有进去 改革开放派李克强,汪洋双双出局 一心打造习家王朝的习近平 是不允许其他派系人马对他撤走的 据《美国之音》报道 李克强、汪洋这两个在中共高层 仅存的改开派 也被视为团派的代表人物 原本人们预期他们二人是要留任的 如果他们还留在权力中枢 虽然以他们的力量根本不足以制衡习 但总归让中国的改开派 对习政权还保有某种微薄的幻想 以两人的能力 特别是汪洋如果主掌国务院 或许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一点新鲜血液 知识界和资本及企业家 有可能愿意等待 观望时局转好 这对习未必不是好事 可现在随着他们二人的退位 中共的温和派或者改开派 彻底丧失了对政权的影响力 时事评论员周小辉认为 二十大前中共各派的决力 已是惊心动魄 二十大后 被习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的团派 江派 太子党等派系 以及他们的追随者 真的会甘心臣服吗 如果习有一天真的发起大清洗 为了自保 这些反对势力会不会铤而走险 以新的政变回击呢 民间有识之士 所有支持改革开放的各界人士 对中共将不再抱任何幻想 能润的赶快润 不能跑的则在等待中迎接爆发的那一天 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亮相 李强即将接任中共国务院总理 并跃升为中共第二号人物 经济学家们认为 这种任命为未来中国经济带来风险 李强将在明年三月 接替李克强的总理职务 但他从未担任过副总理 而且也缺乏领导贫困省的经验 这都是担任高层职务的先决条件 一夜之间 李强取代了李克强的位置 但一个谁都不愿意碰的火山口 正等着他 中国经济的烂摊子 就是一个正在剧烈喷发的火山口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中共实施清零政策 抑制了消费者支出 打击了经济增长 对开发商施加的借贷限制 导致房地产市场急剧的下滑 对网络和民办教育行业的全面打压 已经让中国许多大公司 损失了数千亿美元的市值 并让企业家群体感到寒意 令大批人失业 目前中国年轻人失业率达到历史新高 这一系列因素导致中国经济前景堪忧 时事评论员中原撰文表示 从上海党委书记到国务院总理这个位置 对李强来说跨越太大了 恐怕他自己都会发虚 更别说面对无解的经济困境了 当然不排除习近平干脆直接担起总理的职权 李强做回办公厅秘书长的角色 2000年代初 李强在浙江担任习近平的大秘 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 李强在次年成为浙江省长 副总理刘鹤在2015年亲自支持李强建设特色小镇 也就是气候宜人环境优美的小城市 虽然这种模式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但现在许多已成为未完成的鬼城 李强的经历与李克强没法比 李克强是北大经济学博士 曾师从立以宁 上学时就是北大学生会常代会会长 1998年李克强任河南省副省长 7年后河南省经济 总量跃居全国第5位 李克强还提出了中原崛起的概念 李强已经63岁了 他没法像李克强那样干10年 李强面临的窘境 也是中共当前面临的窘境 中共二十大闭幕 原共军东部战区司令何卫东官位三级跳 直升军委副主席 外界认为 中共建制台湾的意图非常明显 推测2024年到2027年 中共攻台的风险会大幅提升 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宗基指出 从这次中央军委委员来看 基本都是台海帮 习近平将何卫东放在第二副主席位置 未来台海作战 他大概是不二人选 在中共二十大上 习近平称 中国将争取和平统一 然后严厉警告 永远不会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中共近期明显加大了对台湾的军事压力 派出战机在台湾附近进行军事演习 媒体人石板明夫认为 中共攻打台湾的可能性确实提升 而且可能变成习近平一个人决定的战争 中共与台湾的关系宛如狼与羊的故事 台湾要找猎人当朋友来对付狼 而不是想着与狼保持友谊 如果幻想狼不吃羊 就是羊的问题 中山大学教授郭宇仁表示 看到中共二十大提到的 坚定支持岛内爱国统一力量 他感到毛骨悚然 中共要对台湾执行理应外合 企图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据太阳报报道 知名中国军事战略专家 梅霍林受访时指出 习近平在未来的五年任期内 对台湾发动攻击的几率非常的高 几乎能肯定 中共解放军正在掩拟如何武力夺取台湾的计划 这样很可能会导致 现代史上最惨烈的战争发生 并且每天会有数千人丧生 梅霍林指出 美国必定会干预 但习近平愿意为夺取台湾 付出短暂的高经济成本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看风云节目 别忘了订阅点赞并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